官方在大改版的時候 偷偷按改銀咒 卻沒有公告他的改動資訊 現在才發一個公告 承認說他們有改銀咒 具體的改動就是 對手脫鉤所需的距離少了一公尺 但是二技能跟大招的傷害都被上調了 難怪最近銀咒勝率變高了 你們相信官方真的在公告裡面 遺漏他的改動資訊嗎 還是偷偷按改 偷偷不說被抓包了才說呢 歡迎留言在這部影片底下 我自己是不相信 跟我一樣不相信的 可以點一個大大喜歡哦 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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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凜坐 HELLO,大家好,我是優哥,I'm Yuga 我個人不相信的原因是因為 官方在這種大改版裡面 公佈的資訊應該都會校隊非常久的時間 所以如果有遺漏的資訊 我覺得機率是很低 當然也有可能,但我覺得機率很低 那也歡迎留言在這部影片底下 分享一下你對於銀咒改動的想法 我自己是覺得傷害是被上調了一點點喔 好,那一開始吃完這個野怪 看到中爐我們家的圖倫喔 被三個人直接,哇,直接死在塔下 超人從側邊進場 結果什麼都沒推到,直接被秒殺欸 剩下我一個人 哇,這個夸克,哇,甩得不夠好喔 那先清理兵線之後 夸克居然預判了我的預判啊 我覺得夸克應該會勾我 所以我故意左扭 結果夸克的勾子也是往左邊預判去勾喔 這夸克相當的漂亮啊 哇,一開始就是非常精彩的逆風開局 趕快吃個古龍壓壓金 像古龍有48塊的經濟量 有點多,看一下中路 先等莫拉疊完四下再露頭喔 喔,他刷一個大,刷完大招 就是你最弱的時候啦 大招,然後普攻,往後甩 直接擊殺了莫拉 正面注意看喔 你看,那個迪拉克一直在扭 但是他走不動 這版本的陰咒真的太緩了 你跟對手有一段距離去普攻的話 你的是會附帶緩速 而且我又吃了紅buff 超緩 勾出來再個大招 直接搶掉了藍buff 那個莫拉應該是QQ版頭喔 像這個翻野法也是 陰咒蠻常見的 把他甩出來 然後再自己把他吃掉 剛剛滑動鏡頭看到了 殘血的雅連 所以就直接往下路走囉 所以滑動地圖真的很重要啊 他應該沒技能了 然後再把下路的兵線掃光 這版本就是這樣 有能力的人就拿多一點資源 如果你們太著重於平均分配資源的話 就會發現每個人經濟都差不多 差不多經濟的話 就沒有辦法打出一個非常突出的傷害量喔 這邊夠失誤了 不過 我的緩速好緩喔 莫拉差點走不動 而且那個莫拉是土豪吧 他拿的最新造型耶 那個造型少說也要 三四千點券才抽得到 那我再走回藍區 是因為想要去弄那個莫拉 因為莫拉身上連藍紅buff都沒有 結果遇到了這個雅連 好險圖倫在我旁邊 我們先收掉雅連之後 往前位移 普攻 再一個普攻 喔這個莫拉 我感受到他的感受了 對他的感受你們應該都懂 我其實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玩銀咒了啦 之前超迷銀咒 但是迷一段時間之後 我那段時間對傳說的熱誠是非常低迷的 因為那時候傳說的排位喔 永遠出場的角色都是那幾隻 玩久玩久就蠻膩的這樣 所以就跑去玩別的手遊 剛剛收掉了凡恩 再來殺迪拉克 有沒有看到後排的恐懼 那是因為銀咒勾子勾到人之後 大招可以直接順到他的身後 很噁心啊 連這個原點的莫拉也沒辦法 我們先順到紅豹旁邊 躲掉雅連了 但是我躲之後有點後悔 早是要不要躲 不然剛剛好像 我現在就有機會五連殺了 現在已經四連殺了 已經四連殺了 我很激動 我在想有沒有第五個人過來 結果就看到 因為超人殘血的關係 所以反而在追我們家的超人 讓我拿到了 五連殺 現在這個最新版本啊 四連殺跟五連殺判定的時間 好像被調長了 以前在四連殺之後 你要在10秒內 殺一個人 才有辦法拿到五連殺的稱號 現在呢 你在四連殺 20秒內 擊殺一個人 都可以拿到五連殺喔 我現在10顆人頭 沒有半個助攻 不要忘記 我們這場是 逆風開局喔 很開心 我這場運氣特別好 每次團戰都能拿到人頭 拿到很多的經濟 這邊要勾 結果好像被迪拉克大招的盾擋掉了 有點噁心喔 迪拉克這個大招 所以就先撤退 去吃個藍buff 利用一點點時間 幫自己打一個廣告 我的頻道呢 有開啟會員制度 每個月最低月付30塊 就可以參加專屬會員 每個月底大概27或28號 都會進行專屬會員的抽獎 抽出10位我們的專屬會員 可以任選英雄或造型 710點券的任選一隻喔 這邊河道感覺要打起來了 這邊我有點 有點對不起超人 因為我第一個勾我沒有勾到 導致說超人衝出去之後 就被尾毆了 我看到對面好像很殘 可以進去收一個人頭 凡恩好暈喔 利用大招位置在奎克身後 剛剛差點被奎克的大招加順銀吸到 雖然最後還是死掉了啦 不過 我這個1打4 好像還不賴 最後圖倫來了 可惜他沒有大招 哇那個凡恩跟奎克好殘喔 我怎麼覺得銀咒之後會出一個全新的造型啦 因為每次官方在改版 改什麼角色改強了 之後必定會出什麼新造型的感覺 很常發生這種情況喔 圖倫蹲在紅BUFF草叢 但是我不想理他 因為我覺得蹲不到人 所以就先來吃魔龍 給你們看一下 這版的魔龍到底有多肥 超有錢的 162塊 以前 大概現在7分半的時候吧 應該沙魔龍也才 大概670塊而已 現在直接變160 下路 對面的人都在下路 4個人 我們就不管啦 這邊有奎克 GOGO來玩 他想吸是不是 順到他身後 我發現銀咒有點克奎克耶 因為剛好大招可以順到他的身後 就不會被他吸到 到底是對面推下路比較快 還是我們推上路跟中路會比較快呢 中路反而要踩 結果炮車沒了 所以就去跟隊友一起拆上路囉 雅蓮回首 他大招不是跳了就好了啦 那我只要專心的拆塔 因為我們塔下有炮車 讚啦 贏了 不過最後講實在話 銀咒這版本還是蠻需要隊友的 例如隊友先去開戰 去騙技能之類的 比較不會銀咒勾到人之後 對方一個清醒解掉 或有瞬移直接扭掉拉掉之類的 拿到五連殺 讚喔 那也不要忘記把影片點一個大大喜歡 我是友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